SRC洗钱案今天继续审讯 这人指那集的银行户口多次透支 但那集很有办法之后都得以解决 告别平成迎来令和 在天皇退位即位之际 日本到处却有一些抗疫游行 他们究竟在抗一些什么呢 全球票房破纪录的复仇者联盟4 连片中演员也一起被待望 更多国内外新闻请留所 今晚的4月30号百革大世纪 晚上好 我是李宁 明天5月1号是国际劳动节 许多人能够放假 但内阁部长们可能就无法休假了 因为首相已经指示各个部门 提早承报过去一年关键绩效指标 也就是KPI 并将由敦马亲自审查表现 除了内阁部长 各个政府高层也将会出席 明天下午2点在首相署举行的汇报会 根据新周日报独家报道 因购物无法出席明日汇报会的 联邦直辖区部长卡丽莎默表示 他已经在上周提成部门成绩单给首相 更表示首相还相当满意 成绩单取得了约90分 另外 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将会汇报我国的经济状况 并且提供经济数据以及检讨未来的经济政策 早前莫迪卡民调显示 国民对西蒙和首相的支持率日益下滑 不过敦马今天出席活动时表示 自己并不担心 因为目前的民调支持率并不能反映选票 他说因为受到前朝政府的不法行为影响 因此西蒙政府目前表现受到局限 但他表示政府还是可以推行各项计划 赢得国民的支持 无论如何 敦马认为贪污比穆斯林喝酒还要更非法 因此政府必定会继续打击贪污 那集埃萨西洗钱案今天继续审讯 除了之前爆出花了15万装修私底 还有花了30万观察6家中文报等 今天上庭的第23名证人 Phil Subhouse有限公司顾问哈比布说 他在2015年收到那集250万令吉的支票 用来获取政治情报以及建立关系 他表示他在1984年加入巫统后 就知道政治现金很常见 因此没有购问那集这250万令吉的来源 并且相信那是政治现金 另外一名身为大马银行经理的证人 乌玛迪维公正石也说 那集的其中一个银行账户多次出现透支的情况 但在透支不久后总是会有钱汇入 他也补充该账户多次透支 但每次都是通过转移现金的方式 补充里面的存款 接着来看国际新闻 告别平成迎来令和 日本名人天皇今天退位 传位给皇太子德人 明天将开始令和新时代 在今天的退位仪式中 85岁的名人将代表天皇权力的 其中两件神器与玉玺 交给59岁的长子德人 而新天皇德人将会在明天早上正式即位 另外在天皇退位即位之际 日本到处有一些领新的抗议游行 左翼团体反对天皇制 而右翼团体也到现场阻扰警方的保安工作 更与警方产生肢体冲突 最后有娱乐新闻 上一周的复仇者联盟4 不止全球票房快速暴劫 记录一破再破 片中的演员也被待望 近日更喜事连连 钢铁人Robert Downey Jr.与黑寡妇 Scarlett Johansson 晋升成为中国电影市场首个外籍百亿男女演员 另一方面 新爵Chris Pratt与女友Catherine 今年1月才订婚 但上周末就举行了一场婚前派对 看来是好事将尽 而美国队长Chris Evans 在接受访问时也忍不住透露 自己接下来很想要结婚生子 有老婆以及小孩陪他过节 今晚的新闻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假期愉快 本期百个大事迹 是由UCSI大学容易呈现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appstore.ucsiuniversity.edu.my.enqui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